同步来关心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东京都港区的JR品纯车站 发生一位男子 跟将一位60多岁女性 推落铁柜的意外 当时被害人随会获救 但警方已经将涉案男子给逮捕了 这整体的杀人未遂案件 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半 大约是台湾时间中午12点半 嫌犯是30多岁男子 他把一位60多岁女性推进了铁柜 幸好被害人及时获救 在东日本公司也表示说 东海道线运行虽然一度占停 拨随后将重启运行 警方接触调查嫌犯的犯案 动机厘清当中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这架搬机 当地时间5号的晚间 迫降在奥勒冈州伯德兰国际机场 原因是因为飞机的一大片窗户 在半空中居然飞走了 导致机身开了一个大洞 也出现乘客 这是带氧气罩 迫降的一个场景 根据乘客拍摄的画面表示 机身窗户确实破了很大一个吨勒 但显然是在窗户掉落在空中飞走 所有人都赶快戴上了氧气罩 国际上180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 显然是有惊无险 根据了这部分乘客向媒体表示说 有人的衣服还有手机被吸出了飞机外头 不过这飞机最后是顺利的迫降回来 原来起飞的波特兰国际机场 身前组合美国政坛商界的富豪艾普斯坦相关的性犯罪 相关好几百页的法律文件在1月3号由法官下立解封 而其中内容涉及了很多政商名流大咖 更提到两位的美国前总统包含了科林顿以及川普 也变成了热门话题 美国已故淫谋富豪艾普斯坦信心案 数百页法律文件最近解封 而首批名单涉及高达百人 其中更包含许多重量级人士 正次提到科林顿喜欢年轻女孩 也有提到川普 不过这两位美国前总统并未遭到指控犯有不当行为 一位名为薛博瑞的女子在正词中提到 他知道科林顿与爱普斯坦之间有交易 对此科林顿承认曾经搭过爱普斯坦的私人飞机 但强调自己对于爱普斯坦的罪行一无所知 而且上次联系已经是20年前 爱普斯坦曾是避险基金经理人 与政商名流往来密切 他被指控劝佑为前年少女卖赢 2019年遭到联邦起诉后 于候审期间在狱中亲生 享年66岁 而他的前女友麦斯威尔 因为协助诱骗为成年少女进行性交易 在2022年被判处20年监禁 薛博瑞指控 在爱普斯坦的别墅 遭到英国安德鲁王子触摸胸部 安德鲁王子虽然否认这个指控 但他其实早就因为丑闻 被拔除了大部分王室头衔 另一位女子朱弗里先前就指控 在爱普斯坦的介绍下 遭到安德鲁王子性侵 安德鲁因此被逐出英国王室 最后他与朱弗里达成了庭外和解 多名女性先后指控 爱普斯坦把她们带到名下房产 为客户提供性服务 地点包括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小岛 还有他在纽约 佛州和墨西哥州的住宅 现年指出预估未来几周 还会有更多文件被公开 也被这起丑闻风波扫到的 预计会有将近200人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